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学习《群书制药360》第二册 第四单元为正 六 教法 二二七 古之王者 莫不以教法为大物 立大学以教于国 色详细以法于意 建民以人 谋民以意 谋民以理 故其刑法 甚轻而尽不犯者 教法行 而习俗 没也 这条出自于建十七 汉书五 这个大学 这两个字 大这个字 在这里念着太 太学 古字 这个大跟太 它是同样用这个字 太学就是我国古代 适于京城最高的学书 国是国都 详细是古代地方的学校 详细就是教学之处 所以养老而行礼 这个是详细 是教学的地方 古代地方上学校 这个建是知论 论责的意思 摩这个字是砥砾 勉力 这条讲 古代的君王 没有不把教化 当作治国要物 所谓建国经民 教学为贤 这是古代的领导人 都是把教化当作 治国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设立太学 在国都 推行教化 建立详细 详细就是地方 每一个地方 全国各地方的学校 所以在详细 就是各地区 在诚意 乡政 开展教化 也就是教育 是普及到 全国各地区的 以仁爱 汇集人民 这个是 以仁爱来治国 那人民就受贿了 以道义勉励人民 这是教人民 道义 那现在的时代 就没有教人民道义了 现在教竞争 这个教怎么赚钱 得到利益 赚钱也是要取之有道 合乎道义的财 可以取 不合乎道义的 那就不可取 所以都是以这个道义 来欠勉 鼓励人民 遵行道义 以礼仪 节制人民 礼仪就是 我们生活一个规范 礼仪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人的一个风度 如果没有制定礼仪 那人民没有个标准 所以就慢无节制 在生活各方面 就没有节制 所以国家必须 治理作业 那么让人民 能够知道节制 以上这些都是 古代君王 重视这些教化 所以刑罚虽然很轻 刑罚没有定得很重 但却没有人违反禁令 没有人违反法令 不会因为说刑罚很轻 那大家就去触犯 也不会去违反 也就是现在讲不犯法 这都是因为 得利于教化 施行 而习俗美好的缘故 教化是最重要的 所以没有教化 怎么制 国家也制不好 法力定着再多 犯罪力就越高 这个是必然的 因此古代君王 重视教化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 也是从自己做起 对教化这个事情 要重视 从自己本身来做起 自己先学习 教自己家人 教自己周边的人 在一个团体 当一个主管领导 那么也要重视这个 伦理道德的教育 这样才能够把一个企业 一个事业做得好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